應該有 你這等到多少 200萬噸你丟掉多少 我沒有丟 你沒有丟 但是我看了 我看了我燉的都丟了 你說古年200萬噸的文彈 彈碟的真文水庫 有人說沒有那麼多 對不對 真文西啦 沒錯 200萬噸 沒有 來來來 200萬噸的話 一噸是1000公斤 一噸是1000 應該沒有那麼多 200萬斤 200萬斤 我們澄清 口誤不等於假訊息 這剛剛各位前輩的 這很清楚 但是當這個農民口誤的時候 站在蔡總統跟蘇貞昌的相關 我撿到槍 我管你什麼跟證 我就斷章取義 我就不要管你去右鎮在現場 韓濱昌在現場 很清楚 他說太快 說得不對 當場都跟證 可是你為什麼 一定要把口誤 跟假訊息 連結在一起 你挑戰的 所以我跟他講過 民進黨在選舉的時候 後無人電 他也知道不是這樣子 我就說這個是假訊息 那假訊息 已經更正的就不是假訊息 我剛剛跟他講說 其實自由時報有講得很清楚 陳隆跟謝隆介已經更正了 一定更正過 連這麼綠的報紙都說有更正的 你NCC農業署你要搞什麼 簡直莫名其妙 不要這樣 不要奧 如果今天真的錯了 我也會譴責 如果佑正跟韓濱 你們在現場沒有跟 原來你們連台經跟公頓 都分不清楚 其實講的人 根本不是王佑正 也不是謝韓濱 是農民朋友講錯的 敢有別人這樣追殺 他在公頓的時候 還有一點緊張 這個怎麼計算的 就是說太快 這一次 蔡英文在3月17號 把這選舉定調 他說這次選舉顯現出人民 是希望看到大家 能夠腳踏實地做事 他意思說他是腳踏實地做事 然後對於假訊息這件事情 也有所警覺了 那個吳獨佑 蘇貞昌也跳出來講 他說誰也管不到他 他就講NCC 但他什麼也都不管 以至於讓這些假訊息擴散 選舉期間所謂 200萬噸柚子倒水庫 經特定媒體鋪天蓋地的宣傳 幸好人民有智慧 讓謠言止於智者 一個行政院長這樣公開批評 自己的政府的一個單位 這是一個非常詭異的一個狀況 而且200萬噸柚子倒水庫 這個事情從頭到尾 其實我老實講 就是他們自己製造的一個假新聞 因為原先的新聞 根本就不是這樣說的 然後民進黨立委林俊憲也說 任何假消息如入無人之境 好像都沒有政府在管 尤其很多假消息都是針對選舉 NCC根本是僵屍單位 立委葉宜晶也說 選前某電視台不斷播放文旦新聞 很明顯就是想要影響選舉 國人對NCC很失望 可是誰真正在影響選舉 就是選前最後一天的時候 也已經自己在早上開了一個記者會 說今年柚子花財剛開 怎麼可能會有到柚子的這個新聞 人家講去年 你再講今年 這個是非常非常詭異 誰在散播假新聞假訊息 民進黨立委管碧琳也說 NCC的不作為 讓台灣的媒體可以肆無忌憚的 播報假消息 他們所謂的假消息假新聞 到底是什麼 其實就是3月8號大政治大爆掛 下午的Live節目 那天其實我也在現場 我非常清楚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當時就是有一個 那個柚農他就跑出來 他叫陳寶中 然後我要在這裡問他 你丟掉多少 陳寶中其實講得非常明確 我沒有丟 但是我看的真的都流淚 為什麼 他說他看到別人去丟了 他自己的柚子其實是賣得很好 但他看到別人丟了 然後他說 王又正說 他說過去200萬噸的文蛋 丟在真文水庫 那憲永記者這時候一聽覺得不對 憲永記者說 有人說沒有那麼多 那王又正就幫他補充說 真文西 真文西 200萬噸 然後這個憲永記者說 200萬噸的話 一噸是1000公斤 應該不可能有這麼多 那陳寶中 他這時候有點愣住 他一噸是 應該是200萬斤 然後王又正說 我們澄清200萬斤 其實當時我也 現場我就直接看到 那個中天就直接把標題 改成200萬斤了 那這個幼農陳寶中後來 在3月15號他有出來講說 我不小心講到真文水庫 向全國觀眾說 對不起 原先說200萬噸之後 改口200萬斤 是因為看起來很多 用的形容詞 並非真的200萬斤 因為他根本也沒有 實際率統計過 看到在真文西畔 丟棄的文蛋很多 這是事實 實際上也有麻豆當地的 他們的第三班 也有兩名農民也跳出來說 其實光是他們兩個人 光他們兩個人 自己倒掉或送人了 就10萬斤了 只有兩個農民就這麼多 所以其實確實有非常多的 文蛋在去年被倒掉 或者是被送掉了 而沒有辦法賣出去 而且去年的文蛋疊價也是事實 那誰在製造假新聞 現場的訪問吧 現場的訪問其實它也不是 他就是一個素人 他也不是說農業專家 也不是官員 然後也不是記者 然後可能記者問他講的 其實包括我們常受訪 我們有時候也會講錯話 你會再更正 對不對 問題他應該是Live的節目 他是一個直播節目 對 他是一個Live的節目 Live節目他不可能叫他 倒帶的時候重來 他就已經播出去了 可是作為一個媒體跟電視台 他有 又正後來他有講 我們澄清是200萬斤 他也不是沒有澄清 至少從媒體澄清 跟媒體自律的角度 他是有做到 所以我不曉得到底 蘇貞昌或者是NCC 到底對這個事情 把它界定為假新聞 很多東西都假新聞 你都不能說錯 下次說錯 我跟你講 你那個單位用錯 你是假新聞 所以這個是一件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太 而且十幾秒後更正也不行 你曾經講過 所以顯然就是非常針對性 我覺得更糟糕的是 蘇貞昌院長 你昨天用那種以上對象的口吻 在罵NCC 你直接講說 這個誰都管他不到 但他什麼都不管 這個是以上對象口吻 在批評一個獨立機關 這是獨立機關 不要忘了院長 你只有提名權 你沒有管控權 NCC不是你管的 他就是一個獨立機關 你今天用這樣的話來講 顯然你對於這個機關 你完全無視於他獨立這件事情 在民進黨執政底下 所有的獨立機關都不獨立了 我想這也不是第一件 從之前的東廠西廠中選會 到現在的NCC 他就是跟你講說 你是名為獨立機關 但實際上我跟你講 你要聽我的 你要聽我的 所以這件事情 我認為只是一個 拿一個藉口來講而已 實際上他是要告訴NCC 要藉這個藉體來發揮 要跟NCC講說 我已經看不下你的表現了 你現在是因為你是獨立機關 我要換掉你很困難 所以我只好用這樣來跟你講 所以你如果再不聽話的話 就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接下來只好怎麼樣 用修法 這個是最糟糕的 也就是說 我們對言論自由這件事情 原本我們設立NCC 從新聞局把很多的監管的權力 拉出來成立NCC 是要透過所謂司法的方式 來處理這些新聞爭議 或者言論自由上面的爭議 由司法去處理 現在不是他要把司法的仲裁 跟處理的權力拉回到行政權 以後我行政權來決定 這個如果這樣子修法 包括用國安的理由 這些等等來處理 這個是言論自由的大倒退 是大倒退 而且是嚴重會搶害到媒體自由 跟新聞自由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必須非常嚴肅 來看待這件事情 那時候的古拉斯發言人也出來講 他只好說假新聞難定義 他自己也講假新聞難定義 然後唐鳳自己講 政府自己不要造謠很重要 就是政府自己才是一個問題 所以政府其實 面臨這些不同的資訊 他要做的工作是辟謠 然後去澄清 那現在不是 現在是反正 不只是說假新聞 他認定是假新聞 他有兩套標準 反正只要說他不對的 他就只要抓到 就說是假新聞 但是說對手 對手也有被假新聞所陷害 他怎麼不出來講 所以就是兩套標準 所以包括韓國瑜自己也出來講 假新聞他還常常 要你管的你才能管 媒體你管的不要管 所以這個擺明的 就是要跟你講說 反正我現在執政的成績 沒有那麼好 我得不到明星 我只好用假新聞當成藉口 那我們必須要告訴 告訴執政黨的是 明星才是最重要的 明星才是真正能夠 遏止假新聞的根本之道 因為他一方面又在強調 他民主 自由 可是他二方面 他又自己破壞法治 然後他要破壞自由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 他怎麼會自己矛盾到這個地步 尤其在自由這個部分裡面 自由不是你民進黨最渴望 最珍惜的 但是問題就在於 我們做媒體的 我們已經看到大家的壓力很大 因為每一天在寫新聞 一而再 再而三的確認 其實我們都已經努力的進到 確認再確認的一個地步 但是只要對民進黨不利的 他就先指控你 是假新聞 短短的那樣的一個對話裡面 宥政王宥政記者也是主持人 他已經澄清 然後已經說 不是正文水庫 是真文希臘 不是200萬噸 是200萬雞 也不是公斤 都已經澄清 這麼的清楚的情況下 你會看到蔡英文 還是會一直在強調 有人做假新聞 蘇貞昌也在一直強調 有人做假新聞 然後他們的立委也在配合 全部都在演一場戲 為什麼會一而再 再而三 找美國的媒體也在說假新聞 找日本的媒體也在說假新聞 為什麼他們一而再 再而三的這樣做 因為他們相信一個道理 就是謊話說一千遍 就成為真理 那也就是說沒有發生的事 他要一直栽贓你 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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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講了一千遍以後 大家就以為是有發生了 那也就是說 這些當場在新聞的專業來說 早就澄清了 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他一定要說 你製造假新聞 你製造假新聞 他一直不斷的說 不斷的說以後 找世界各國的媒體 一直在不斷的說 說到最後的時候 大家不會去看前面 只會看那個媒體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蔡英文說 台灣有人製造假新聞 然後接受日本媒體的時候 有人製造假新聞 他就不斷的這樣講了以後 台灣的年輕人 他不會再看到過去的事 他只看到蔡英文講的那段話 那就變成是 有人製造假新聞 大陸製造假新聞 我們台灣 反對蔡英文的人 都製造假新聞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他採用這種方法 一而再 再而再 他就講一千遍 一直講 當然現在一千遍 他又可以告我假新聞 因為他要我統計 他講了999遍而已 他要強調 我只講999 我沒有講到一千 你怎麼可以多加我一個 我講了一千零一次 我不只一千 你怎麼可以少算我一個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 我們這個是形容詞 再強調馬上更正形容詞 反而這也就是說 你就可以知道他們的手法 很簡單 因為他們都知道 我們現在的新聞 都會被破碎化 也就是說 他的所有的接受的訪問 他都會被破碎 破碎以後 就往網路上YouTube那邊丟 一丟就是一分半鐘 兩分鐘這樣的破碎的新聞 都丟出去以後 這些年輕人一看 就是那麼一段 有人製造假新聞 哪一個媒體製造假新聞 就這樣子 他用這種方法給年輕人洗腦 洗到最後 他的目的在哪裡 他的目的其實是 讓台灣的這些年輕人 不再信任他所討厭的媒體 他的目的就在這裡而已 其實他不是真的能夠辦你 因為他辦不了你 他也不是真的能夠 當然他一天到晚給你 那個計罰單 他一天到晚給你計罰單 然後再讓你不斷的去寫申訴書 然後再給你計罰單 你就在寫申訴書 他就無止盡的整理 反正公家機關拿公務員的薪水 可是我們是民營的團體 我們自己本身要增加人力 增加負擔 他不在乎 因為他是用人民的納稅錢 養著公務員 就一直給你計罰單 我們這邊就一直增加成本 一直增加成本 可是他不在乎 為什麼 他的目的就在於 創造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就是 那個媒體不要信任他 NCE可以管的就是 所有的新聞媒體 我天天給你開罰單 我甚至要檢調來查你 或者要讓其他的壓力給你 嚇你 恐嚇你 耽誤你的時間 然後你到最後你會害怕 你會負擔的太重 所以這樣就會影響到新聞的自由 我要講在民主的國家裡面 影響到新聞自由是最大的惡行 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 如果要用機關政府的公權力 去影響到新聞的自由 我覺得他就會毀壞掉民主 所以民進黨我覺得 他現在在做這件事情